HELLO 大家好呀 寶寶 話說當年我好像十五六七歲那段私影視頻 曾經都紅及一時的 現在就拍過今生版22歲的Version 今天我就跟我的朋友約了一起去拍一輯照 就是現在大家在身上看到我這一套和這個妝 其實本身之前也有條片上出的 但剪一剪下整條片沒有了 我就沒心機再剪了 上今個月出了一條片 看看可不可以充一充訂閱數 那就有這條片的誕生了 對了 今天跟以往一樣都是帶大家去拍照 都沒有什麼好說的 會給大家看一下 怎樣擺姿勢啊 真的出去拍照會怎樣 我會由GET READY那邊開始跟大家說起 Let's go 嗨 我現在臉在敷這個Kiehl's的白泥 其實已經足夠了 其實我不是用得太多的 所以一行用一下 那我平時洗走這些泥Mask 都會用這兩種方法 如果那天我狀態好一些 我就會用這些直膠棒棒 那我是用這一邊去塗這個Mask 那另外一邊呢 就會有這些 凹凸和這些刷的形狀 那你就可以濕水然後就把它拆走了 但是這個方法呢 只限在油性皮膚 或者你皮膚沒有那麼敏感的人身上 因為就這樣去塗 一定會有些磨擦力 皮膚就很容易紅 跟我一樣是乾敏肌的朋友 或者是喜歡溫和一點的 就可以用一些洗臉筋 三三萬零那些都買到 一卷這樣好像是紙巾 它上面已經自帶了一些凹凸的坑紋 再加上 它是 超防囤 濕了水之後不會像紙巾一樣 正常溫水 洗完之後捏乾它 然後就可以 然後搓上它 搓到差不多的時候 又可以再去沖水 是可以繼續用同一張 去搓走你上的泥面膜 因為我今天還要拍攝影片 設計機那些東西 所以泥面膜乾得有點快 現在就要用多點力去搓 平時就這樣一張 過兩三次水就已經搓掉了 用完泥面膜的臉是白淨白淨 毛孔裡面的污垢都好像被清潔 皮膚是很滑的 而且不會覺得皮膚很乾很繃緊 然後現在我們就要洗澡 get ready 因為昨晚我沒有洗頭 那我就現在來洗 洗頭之前我都會輕鬆地梳一梳 用一些氣墊梳 梳頭是很舒服 像是幫你拉痕 但是又不會傷到你的頭皮 全頭梳了一次之後 腰脫的頭髮都應該脫掉了 那待會洗頭頭髮就會順滑一點 不會打卡 開水之前跟大家分享 我洗頭是用什麼洗頭水 Woofer Sew 還有我洗澡是用什麼洗 其實我是沒有特別要求的 因為沒有sponsor 我自己現在用的都是這些 大家百佳 萬寧 維康 沙沙 什麼的都買到的 然後護髮素呢 其實我也是用我家裡現有的 因為之前我搏了長頭髮 我搏長頭髮的時候 在他們的搏髮店買了一個 就是這樣一大瓶 還沒用完的 很滋潤很潤滑 無論我真的頭髮還是我搏的頭髮 但是如果我現在這個頭髮的長度 除非我真的爛了頭髮 那我才會用它 因為我覺得它有點太滋潤 之前我也有試過用那個 好像膠囊的一個 好像平天的髮膜 那個都OK好用的 不過真的只有特價才會買 正常的價錢 我覺得它有點貴 然後這瓶是我在龍峰藥房裡有得買的 旺角那間紫色很大間那間 我見到它便宜就買了 它是類似那些什麼角膽白收戶的 護髮素髮膜 我也是當它護髮素用的 裡面是這樣敬水的 Woo 跌了跌了 我覺得它就是超香 我很喜歡 但是呢 是不是說很厲害的收戶效果呢 我覺得跟普通的護髮素差不多 因為我真的沒有長期去敷它 我就是當護髮素這樣用 我最近就是在用眼睛 然後洗澡 因為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聽說也沒有一個根治的方法 我唯有令到它不要太癢 我平時是會用 散鹼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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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用這些 沙沙胃康白街買到的沐浴魚 但是呢 散鹼我一定會用來洗澡 用泡 用鹼性的東西 我覺得對我背部比較好 這是我暫時找到最好的方法 還有後期也會塗一些保濕 還有噴一些東西 待會再跟大家介紹 還有還有女生女生 洗澡一定要的 C密柱的鹼液 這個我在泰國買的 但是香港也有這個brand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 大家自己去散散的選擇 不說那麼多 我現在先洗澡 出來要介紹一下我塗身體的法寶 首先 例如我全身乾的地方 我會直接塗油 這個是我在旺中的代購店買的 就是一個Body Oil 這支出來呢 其實它又沒有去到超級油 但是又沒有去到不滋潤 就算是日出外塗 我也會接受到 然後這一支是塗C柱的 它就是那些美白的作用 令到你的絲襪部位 顏色不會那麼暗塵 從本清那些地方買 之後有三個同一個brand的法寶 不過它們不是廣告 哎呀 是我在IG購買的 首先綠色這一支 它是用來塗液的 它主要是幫你止汗 沒有那麼容易有異味 因為我自己跳漢毛 一出大汗的時候 就很容易吹到有味 那就不太好 那這些就是護膚品 就不是止汗劑那些 接著這兩支 一支就是一個背部的Spray 它就是用來幫我弄那些毛狼角化 生暗瘡 這些問題的一支東西 但其實我也是用了它一個月左右 而且不是經常勤力用 是最近兩星期才勤力用 我去做全身屯毛的時候 Facial姐姐也說我背部的粒粒好很多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也是有用的 噴完Spray之後 我就會用一個身體的Body Oil 這個就多油一點點 所以每次我都會用很少很少 塗在我這些粒粒的上面 雖然它是油 但是它不會令到我生暗瘡 它反而是令到乾的位置更加滋潤 這一支我主要用來塗沒有暗瘡的乾的位置 接著我現在就要吹頭 吹頭的髮寶就有這四樣 兩支的髮尾油 一把我短頭髮要用的卷梳梳 和一個美麗筒 吹頭之前我會用一個滋潤的 油一點的髮尾油 塗完整個髮尾 然後有剩的那些就弄上去 上面那些就不會太油 接著我就會開封 躺開到最大最熱的一格 吹了一次我整個頭 不得不清爭短頭髮 吹頭髮兩分鐘左右就變成七成光了 接著我就會用多一支清爽一點的護髮油 或者是一個專用來碰頭髮之前塗的髮尾油 專塗在髮尾的位置 大家看到這些髮尾還是濕濕的 接著我就會拿出我的卷卷梳 托在底下 接著開你的熱風 吹到現在基本上乾了 我就會用剛剛那支髮尾油 滴好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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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塗多一次在你剛剛吹過的頭髮上 用梳梳這樣托著吹頭髮會少一些毛毛凸出來 頭髮就大約弄成這樣 接著我們現在立刻去化妝 化妝我就不錄給大家看了 因為今天的妝有點特別 大家日常應該不會化到的了 我化完再跟大家講解吧 這個是我一會兒拍照的第一套衣服 現在穿起來有點奇怪 有點像...蟑螂 一會兒見 其實妝是還沒搞定的 打算去到再看看攝影師想要我做些什麼 我有帶一些轉轉貼紙 然後有帶黑色的嘴唇 然後有帶一點眼線筆 就看看他想我再加蟲一點 一定要加蟲一點 因為這樣太...太美了 嘩 你今天要拍他... 塞如蟲 跳舞 教班了 對 嘴唇這樣夠不夠嗎 夠了 C在哪裡 中間 中間 對 兩粒細一粒 細細這樣 中間左右呢 我就可以自己排排自己的行程 我現在也是這樣 但是... 這個... 一個小時應該夠不夠 Oh my God 好像跳在一起 哇,很多這些東西 我來 走阿 好擠 對,然後扭回 走 這裡 這裡 讓我拍攝機 可以先啊 這是我今天的道具 完全不懂 我今天的新套裝很厲害 要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鏡頭 要給大家看 那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 嘴叫 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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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好,好,好 剛剛拍完這個位置 接著我們轉頭 這裡有些雜草的位置 為什麼搞笑 我是在下面 來邊看 好 好 找孩子 睡覺 好 很固定 好 看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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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好 這台個在拍攝後不動 不動就好了 我們手擋 OK 有點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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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擋 好 好 好 我可以接收到 我都给你 證明了 我去去營灯 好 好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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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拍到五點鐘 好啊 然後你就 我會發給你選 好啊 這個是我短頭髮的第一次照片 YA 拍完了 他就是我的中學童 不是不是 他就是我的小學童 我的中學童 小童小童小童 你想大家怎樣稱呼你 小樓 小樓 為什麼要小樓 因為我想人家叫我更年輕一點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牆 這個牆 我是不會告訴大家在哪裡 其實會有人上來檢查 所以大家也不能在這裡待很久 然後要跟大家說一下我這個妝 忘了跟大家分享 這個光很漂亮 其實是帶了藍色的隱形 折毛是日常的茶 只不過塗了兩層 深色一點 還有厚一點 即是濃一點 不用帶大家的節目 眼影呢 其實閃閃的 是用了一些紅色 再加銀色 然後呢 下面用了啡紅色 加重了在下眼線這個位置 還有呢 我的胭脂 和我的眼影今天連在一起 就是眼底這個位置 然後我的嘴呢 就是塗了一個土色打底 然後上面再加上 加一個紅色 這個就是剛剛黏的一些石石 眼線就是長一點 還有深色一點 向斜的照片 又不是去到很斜 這就是我今天的 影印的妝 都好像挺漂亮的 對不對 今天這條帶大家拍照的影片 都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或者有什麼想看的 就記得留言跟我說 還有follow我的instagram 就subscribe我的頻道 like和share 對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送給大家漂亮的日落 好像看不到 不要緊要看我 今天這個泰人超美 好像海一樣 就是這個日落 很大哦 很大哦 嗯